为了让大人和小孩有机会可以一起写书法 先与杨华美在名校里里长邀约之下 举办了第二届扭扭活力创意春联亲子书写活动 邀请到书法老师现场会好给民众来挑选 还特别增加喷话春联活动 希望让大小朋友发挥自己创意来增添春节喜气 牛年到扭扭活力动动脑 6日上午在华联市名校里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了第二届的扭扭活力创意春联亲子书写活动 活动主办人现议员杨华美表示 去年亲子书法活动获得好评 今年在里长邀约下续办第二届 今年还特别新增喷话春联活动 要让民众发挥创意 这是我们今年第二年办的亲子书法的活动 然后希望在过年前让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写书法 然后那今年我们邀请也是连续两年支持 我们这个活动的花莲县清晰新闻议学会的理事长 曾韵凤老师还有高明英的总干事 还有谢富林老师 所以请他们一起来支持我们这样的活动 那其实现场不但是已经有写好的春联 那也可以你有什么想要的字句 那老师都会在现场挥号 那今年更设计了亲子的喷话活动 会把一些牛啊放红色的春联纸上 然后喷话 那更有趣味更有创意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 迎接一个美好的农历春节 今年邀请华联县清晰新闻议协会的 曾渊凤老师现场挥号 也书写因应牛年春节对联的词句 满足乡亲的需求 还邀请华联县华德福教育协会的两位创意春联老师 指导大家如何书画牛年春联 此般让大家透过自己的创意 为农历年节装点美好的喜气 记者长方言 华联师报导